周五7月6日,欧洲时段,投资者需关注14,00公布的德国五月计条号工业产出月率,美国时段,投资者需关注20,30公布的美国六月计条号,非农就业人口变动,美国六月平均每小时工资免率,美国六月失业率。 同时,投资者还需关注加拿大六月失业率,美国五月贸易仗,行情回顾美元周四跌至三周低位,因得国工业订单强劲提振欧元。 而美国数据显示,六月民间就业岗位增幅不及日期,加之回之不惧的贸易犹率,重压美元。 最近几周,美元因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延聚而受到提振。 Tempest Consulting的市场董事长,Toyle说,有多个原因,诸如欧元区情势的发展等,美元一度扩大跌幅。 会议记录显示,决策者仍看好美国经济前景,但担心贸易战的影响。 Jenny Montgomery Sport的首席投资策略是Mark Luskini说市场的解读可能是美联储看空经济的基调,也可以说,看似正在消退。 他们关注自己的工作,这将要求他们继续升息,直指有关关税影响的数据,促使他们采取其他的行动。 因此,我认为促使美联储暂停升息周期的门槛非常高,且投资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投资者目前关注周五公布的美国飞龙就业报告,重要经济数据一览时间国家指标名称前值预测之14。 00德国五月计调后,工业产出月率百分号1.00.320。 30美国六月计调后,飞龙就业人口变动万二2.319.520。 30美国六月平均每小时工资月率百分号0.30.320。 30加拿大六月失业率百分号5.85.820。 30美国五月贸易账一美元四六二到四三月全球投行工业会总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美联储会议纪要并无亮点,一切尽在预期之中,美联储六月会议纪要并无亮点,一切尽在预期之中,之前市场就预计美联储会议纪要将偏向鹰盘,结果确实如预期一样。 通过纪要观察,美联储委员依然倾向于未来逐步加息,对通胀达到目标的信心越来越强,但并没有展现出加速加息的意向。 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能推动市场做出大幅反应,尽管收益率趋限可能会继续趋平。 华尔街日报分析,美联储越来越对通胀有信心。 六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委员对在持续的基础上达到2%的通胀目标越来越有信心。 在多年表现低迷之后,通胀在最近达到了目标,激励官员们极大的信心。 多年来,尽管经济强劲,但美联储官员一直对通胀增加缓慢感到困惑。 会议纪要暗示,委员们现在认为,通胀开始按照他们的预期进展。 产管理公司Incrementumag基金经理Sofro美元前景暗淡,消极情绪消耗殆尽,现在及时买入黄金粮机。 今年黄金已触及低点,推动经济走高的最重要因素是美元走弱。 随着美联储接近加息周期卫生,市场对美元的兴趣开始减弱。 由于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甚至可能迫使美联储改变方向,放松货币政策。 推动金价在今年下半年走高的第二个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波动性加大,爱目前的价格。 黄金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避险资产。 法国外贸银行,预计9月份美元将出现实质性疲软,这将支撑金价居2019年的表现。 预计美元将在9月前保值坚挺。 届时,欧洲央行将宣布货币政策正常化,如果欧元因意大利或英国退欧造成的不确定性而受到惩罚,美元甚至可能在2019年前继续走强。 因此,在我们的核心方案中,随着其他央行开始将其货币政策正常化,到2018年低美元将面临下行压力,预计今年剩余时间里的黄金均价在1260美元每盎司,2019年的平均价格约为1310美元每盎司。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